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27章合并财务报表 这是一首我农词 作者是元代的管道生 一位才女 可能大家对她不是很了解 但是她的对方科目应该都知道吧 大书画家赵孟福 那这首词的原文是这样的 你农我农 他一煞情多 情多处热如火 把一块泥碾一个泥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起打破 用水调和再碾一个泥 再塑一个我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果 他的现代文解释 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 如此多情情深处像火焰一样热烈 拿一块泥捏一个你捏一个我 将咱俩在一起打破 用水调和 再捏一个你 再捏一个我 我的泥人当中有你 你的泥人当中有我 只要活着 就跟你睡一个被窝 死了也要进同一口棺材 这首诗的创作背景 是这样的 原代赵孟府经绘画善书法能诗文 他的妻子管道生是一位贤良多彩的女性 善化莫竹蓝莓 一宫山水佛像 诗词歌赋也造诣很深 本来是女子当中的佼佼者 但是赵孟府不满足 异想天开的要纳妾 可是又不便开口直言 便填了一首词给夫人看 词中是这样说的 岂不闻 王学是有陶业陶根 苏学是有朝云暮云 我便多娶几个无稽月女 也无过分 同时还安慰她 你年纪已过四学 只管站住玉堂春 那这首词的意思呢 是这样的 你没听说过吗 王宪之先生有陶业陶根这两个小妾 苏氏先生也有朝云暮云这两个小妾 因此 我就是多娶几个小妾也并无过分 何况你年纪已经四十多岁了 只管站住正房原配的位子就好了 而夫人管道生看了以后自然很不高兴 可又不便公开吵闹 文人自然有文人的办法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 他采取了与丈夫同样的办法 填了一首我农词 就是刚才这一首 既代替回答丈夫 又用来表达他自己的心声 赵孟甫先生得词 值得打消了他原本要纳妾的念头 而这一桩文坛句话 此后 虽被人们传为一段夫妻情爱的佳话 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 两个原因 第一个我们合并报表这张的内容太难了 咱们搞点人文的东西 能够缓解大家学习的压力 第二呢 这首词里面谈到的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与集团内部的关联交易 非常的像 那合并报告主体 母公司编合并报表的时候 能不能够简简单单的 把母公司个别报表 与子公司个别报表的数据加起来 那不行 那叫汇总报表 那不叫合并报表 那是我们国家1995年以前的做法 1995年以后呢 15当中开始编合并报表 要在汇总数据的基础之上呢 站在集团整体的角度 抵消内部交易 最终呢 生成合并报表的数据 那问题是 集团内部的关联交易 如何来进行抵消呢 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 共同来开启 合并财务报表 这张内容的学习 首先把握一下本章的考勤概况 那这一章是属于股权投资三姐妹 里边的三妹 前面大姐二姐都已经讲过了 是本门课程的最高超 是重点加难点章节 在考试当中 客观题与主观题均可出现 以主观题为主 往往和大姐长期股权投资 二姐企业合并 所得税收入借款费用 非货币交换等等内容 结合来出题 分数很高 属于非常极其 以及特别重要的章节 那重要的考点 回头大家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 这一章的内容 有十一节的内容 第一节合并报表范围的确定 如果考试考的话呢 就是一到两分的选择题 或者说不考 那第二节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原则 前期准备事项及程序 也是要么不考 要么一到两分的选择题 所以这两节的内容不太重要 那么第三节和第四节讲的是 长期股权投资与所有者权益的合并处理 一个是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还有一个是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那这个内容每年都要考的 我都不说几乎 涉及到资产评估增值的调整分路 权益法的调整分路 以及长期股权投资 与所有者权益的抵消 投资收益与利润分配的抵消 这样四组分路 当然也包括一些数据的计算 比如说少数股东权益 商业等等 我们既需要掌握当年的处理 也需要掌握第二年 及以后年度连续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的处理 那么第五节到五六七八 我是把第七节和第八节的内容 合并到一起了 因为内部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交易的合并处理 原理上是一样的 为了提高我们课程的效率 节约大家的时间 没有必要分两节讲 这样的话 这是第几节 这是五六七八 那么这四节内容讲的是 集团内部的关联交易 如何来进行抵消处理 每年是必考的 既需要大家掌握交易发生当年怎么抵 又需要大家掌握第二年及以后年度怎么抵 第二年及以后年度连续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也不用担心 把握住它的游戏规则 该抄抄该替换替换就完了 比如说涉及到损一类的 我们要把它换成年初未分配利润 没什么难的 那么第九节是所得税会计相关的合并处理 那得说这是难点了 包括当年和以后年度 当年的所得税处理比较简单 比较麻烦的是以后年度 好在我们CPA考试第二年及以后年度 涉及到所得税的要么不考 要么考的比较简单 我们在讲的时候会把所得税的问题 揉在前四节内部关联交易抵消当中 来进行讲解 那么等到正式讲解这节内容的时候 我们再做一个进一步的提炼 这样的话大家理解起来感觉会更好一些 第十节特殊交易在合并财务报表当中的 会计处理它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注意这个内容考试如果不考的话 你搁我的姓倒着谢 这个内容非常之重要 当然它也有相当大的难度 我们需要经过反反复复的听课做题 不断的去琢磨 才能够把它真正理解好 那这个内容呢 它往往是和长期股线投资 合算方法转换的内容 结合到一块来考 先是问我们个别报表层面怎么处理 然后再问我们合并报表层面 又如何来进行会计处理 那么最后是第十节的 那么最后呢 第十一节是合并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这节内容呢 我们按照客观题的层次来准备就可以了 这节内容不是特别的重要 来首先我们介绍第一节合并范围的确定 按照2015年修订以后的33号 合并财务报表准则 是以单一的控制模型为基础 来确定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 所以说我们这个节呢 花大力气解释的就是控制 一共呢 包括这样四个问题 第一个是以控制为基础 确定合并报表的范围 那么第二个是纳入合并范围的特殊情况 对被投资方可分割部分的控制 那么第三是合并范围的豁免 母公司这边是投资性的主体 最后呢是控制的持续评估 由于时间的关系吧 注意教材这一节的例题呢 我没有全都纳入到课程当中讲解 那么没有讲的例题呢 回头找时间自己读一读教材就可以了 当然核心的内容啊 你放心 我肯定会在课程当中给大家讲解的 来 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个大的问题 以控制为基础来确定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 那么控制的概念是这样说的 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利 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而享有可变回报 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利 影响其回报的金额 这个概念博大惊深 当然呢它也比较抽象 我先通过一个小故事 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感性的认识之后 我们再进行更加专业的讲解 各位有没有看过美国大片 加勒比海盗啊 目前呢已经上映了五部 第六部 原计划呢是这两年上映 种种原因到目前呢还没有上映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呢 是这里边的第二部 的名字叫巨魂观 咱们先介绍一下人物 这位绅士是卡特勒·贝凯特 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 那这位章鱼哥呢 他的名字叫戴维琼斯 是飞翔的荷兰人号 就是所谓的鬼船的船长 这位美女呢是海神科利布索 我先提一个问题你们来回答 电影永恒的主题是什么 什么爱情啊 没错吧 是这样的 船长深深的爱上了海神 并答应他 在未来的十年间 帮助海神负责运送海上的亡灵到冥界 就是那一边都懂吧 他们两个约定十年之后 在一个小岛上见面 漫长的十年终于熬过去了 那章鱼哥船长呢 如期而至 结果呢 迟迟没有等到他的女神出现 被放鸽子了 结果呢 他是悲痛交架 深深的受到了伤害 拿起一把尖刀 把自己的心脏弯了出来 装到一个亡灵箱里 埋在了一个海盗上 之后呢 联合九大海盗王 把海神封印在一个普通人的躯体里边 从此以后呢 也不再负责运送王灵到冥界了 结果遭到了诅咒 他的脸上长出来像章鱼一样的胡须 所以把它称之为章鱼哥 后来呢 装着章鱼哥心脏的这个王灵箱呢 被董事长拿到了 从此以后呢 董事长就掌控了船长的生杀大权 一旦拿刀把这个心脏刺穿的话呢 他的生命也就over了 这叫什么呀 这叫投资方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利 随后呢 在董事长的主导下呢 章鱼哥船长驾驶着他的鬼船 去剿灭其他的海盗 这叫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而享有可变的回报 章鱼哥 他养了一只大海怪 神童广大 是一只大章鱼 所到之处是片价不留啊 而董事长呢 想留活口 以找到海盗门的老巢 结果呢 想办法把这个海怪给杀掉了 这叫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权利 影响其回报的金额 这就是控制的概念 其实目前我们国家42个具体会计准则里边 有三个准则都谈到了控制 除了合并报表准则呢 还有收入与租赁准则 那么这两个准则对于控制的界定 虽然中文描述上不太一样 其实它的实质都差不太多 都强调主导 以及获得几乎全部的经济利益 而我们合并报表准则 对于控制的界定呢 它强调的是权利与可辩回报 虽然它这里边的用词是权利 但是后边在解释这个概念的时候 用的也是什么 用的也是主导 所以说站在这个点上呢 这三个准则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区别在哪里呢 我们后边收入租赁这两个准则呢 强调的是获得几乎全部经济利益 但如果只是持百分之五十多百分之六十多 那就意味着子公司的利益 还有百分之四五十在谁的手里啊 在人家少数股东的手里啊 那合并资产负债表上叫少数股东权益 合并利润表上呢叫少数股东损益 所以合并报表准则他对于控制的界定就没敢谈什么呀 或者说他没有谈获得几乎全部经济利益 但是他谈的是什么呀 可变的回报 来第一个问题是考虑被投资方设立的目的和设计 这一条呢要贯穿于判断控制的市中 比如说我们要确定相关活动的决策机制 到底是多大的比例表决 是半数以上还是说三分之二 到底是董事会层面表决 还是股东大会层面的表决 那哪一个投资方有能力主导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到底谁是真正的老大 那谁呢从这些活动当中拿到的是可变回报等等 来我们通过一个例子理解一下 说A企业是有限合伙企业 它的经营期是三年 那么A企业呢将其资金全都用于对非关联方B公司的一家全职子公司C的增资 增资完成以后呢 A持有C60%的股权及表决权 而B这边呢持有C40%的股权及表决权 根据协议B公司将在三年以后 以固定的价格来回购A所持有C60%的股权 也就是说A将来退出的方式是什么呀 是把这个股权按照一个固定的价格呢卖给B 那么C公司是专门从事建造一个大型资产并用于租赁的项目公司 其余建造期是五年 我们A企业给它增资的时候呢 C公司的资产已经建造了两年 那就意味着与C这里边资产建造重大的一些决策 在A公司进来之前已经做完了 那么等到这个资产建完了以后 开始经营的时候 开始赚租金收入的时候 那这个说A的经营期怎么样已经结束了 它已经退出了 所以虽然A持有C60%的股权及表决权 它拥有权利吗 它不拥有 它控制不 它不控制 那下面我们看更加详细的分析 说在这个案例里边呢 被投资方的业务活动是用五年的时间建造一个大型的资产 之后呢以租金的方式取得回报 A企业增资的时候呢 C公司的资产建造活动已经开始 很可能许多于建造事项有关的重要决策都已经完成了 当A企业的经营期限结束 并将持有的C公司的股份 以固定的价格出售给B公司时呢 那么我们C这边 就是它刚刚完成建造活动 尚未开始产生回报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A企业并不能够主导C的相关活动 而且A公司也无法通过参与C的活动拿到可变回报 它拿到的是一个固定的回报 就是本金加上里面按照一定的利率算出来的利息 那么A企业呢 是通过B回购期股权来收回期投资成本 并取得投资收益的 这个投资收益的也都能够算出来 因为B这边回购的时候是一个固定的价格 这个固定的价格呢 其实就是原来A给C投资的这个本金 加上一个合理的固定的回报嘛 因此呢 即使A企业拥有半数以上的表决钱 也不能够控制被投资方C公司 那么站在金融工具类型的角度啊 你说我们A这边对C的这个投资 更像债务工具投资呢 还是更像权益工具投资 那将来怎么样 按照一个固定的金额退出 能够收回它的本金 并赚一个固定的回报 其实按照金融工具准则 它能够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所以它更倾向于什么呀 债务工具投资性质 那么站在B的这个角度呢 因为它承担了一个将来负现金 从A的手里回购 A所持C股权的义务 所以说B这边呢 要把它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呀 那C真正的控制方是谁 其实C公司真正的控制方是B公司 也就是说C的报表由谁来合并 是由B来合并的 那么B和C组成的这个合并报告主体 针对A给它投的这笔钱 你说应当把它分类为金融负债呢 还是权益工具呢 你琢磨琢磨 B和C做成一个把它看成是一个合并报告主体 看成是一个会计主体 那这个会计主体承担了什么呀 承担了将来支付现金了结的合同义务 所以说B和C所组成的合并报告主体上 合并报表上 要把吸收A的这个投资确认为金融负债的 那么站在A的这个角度呢 要把它确认为啥 债务工具投资 因为它能够通过合同现金流量测试 如果说它的业务模式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中途不卖的话 就得把持C的这个60%的股权呢 分类为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要通过债权投资来核算的 那么站在C公司个别报表的角度呢 因为它并没有承担支付现金了结的合同义务 三年期满的时候谁承担啊 是B来回购不是C来回购啊 所以C这边要把它确认为权益工具的 这是这个案例就说完了 那么第二个标题 判断涉入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 享有的是否为可变的回报 我们先说可变回报的定义 是指不固定 且可能随着被投资方的业绩而变化的回报 比较典型的就是股力的分配了 可以仅是正回报就是赚钱了 那么仅是负回报比如说亏钱 或者呢同时包含正回报和负回报 上半年赚钱下半年亏钱呗 可变回报的形式呢 有这么多 第一个而是最典型的鼓励 被投资方经济利益的其他分配 比如说被投资方发行债务工具 所产生的利息 投资方对被投资方投资的价值变动 就是供应价值的涨获跌等等 第二个呢 是向被投资方提供服务得到的报酬 收的服务费 收的咨询费管理费等等 因提供性支持或流动性支持收取的费用 什么叫做信用支持啊 比如说给他提供担保收到担保费 那什么叫流动性的支持呢 给他住住或者说借给他流动资金 我们收一些利息等等 所收取的费用或承担的损失 被投资方清算时 在其剩余净资产当中所享有的权益 税务利益 比如说我们出资设立的这家公司呢 是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这边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是15% 而这个高新技术企业呢 15%少交税了 这也是一种利益 也是一种回报 那么因参与被投资方而获得的未来流动性 什么叫获得的未来流动性 就这个被投资方将来资金怎么样 资金很宽裕 我们这边需要的时候呢 随时怎么样 随时从他这边介入 那么第三个呢 是其他利益持有方无法得到的回报 比如说把投资方的资产 与被投资方的资产进行整合 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 那么获得稀缺资源的供应等等 这些都是可变回报的形式 那么投资方持有固定利息的债券投资时呢 由于债券存在着违约的风险 就是你这个利息呢 虽然利率是固定的 但是能不能够赚到手啊 取决于对方的信用情况 如果说他信用费恶化呢 恶化呢 我们也可能拿不到 那么投资方需要承担被投资方不履约 而产生的信用风险 因此呢 投资方享有的固定利息 也可能是一种可变的回报 另外 投资方管理被投资方 资产而获得的固定管理费 也是一种变动的回报 为什么 投资方能否拿到这个回报呢 依赖于被投资方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收益 能够赚足够的钱 也支付该固定的管理费 既然这样来界定的话呀 你说什么样的回报 它不是可变回报 就不太多了 有人说国债 说国债的这个利息 是固定回报 不是可变回报 我告诉你那也不一定 你还得看持的国债 是哪个国家发行的呀 如果持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行的国债 肯定安全 肯定是固定回报 但是有一些国家就不一定了 第三是相关活动 我们先识别出来相关活动是什么 是指对被投资方的回报 产生重大影响的那些活动 我们准则是采用列举法 包括但不限于商品劳务的销售和购买 金融资产的管理 资产的购买处置 研发 确定资本结构 获得融资等等 第二个是分析相关活动的决策机制 这里面谈到了两个 一个是对事 一个是对人 不管是对事还是对人 都是那些大事 那些大人物 第一个是对被投资方的经营融资等等活动 做出决策 包括编织预算 这是对什么呀 这个是对事 那么第二个是任命被投资方的关键管理人员 关键管理人员 我们管理方披露准则有界定 就是带欧字样的人士 CEO CFO等等之类的 或者说服务的提供商并决定其报酬 以及终止该关键管理人员的老务关系 或者说终止于服务提供商的业务关系等等 第三个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资方 能够分别单方面 主导被投资方不同的相关活动时 如何来判断哪一方拥有权利 不说吗 逆山不可藏 二胡 除非义工和义母 那也就是说一个公司 那最多只能够有几个母公司 最多只能够有一个母公司 或者说连一个母公司都没有 大家注意不是所有的公司上面都有控制方的 都有母公司的 如果有的话呢最多是一个 这是通常情况下 那去年的热播剧梦华录大家都看过吧 里边呢有一段是这样的 就是这三姐妹与蚩雅内合作以后呢 他们有一个对话 赵帕尔是核心人物了 他说厨房买菜呢 三娘说了算 那就是这个活动 谁来主导 三娘来主导啊 就是买菜的这个活动 三娘来主导 那茶房经营 我说了算 我是谁 我当然就是帕尔姐姐了 那这个相关活动呢 是由帕尔来主导 下面呢 说曲艺摆设的隐章说了算 隐章 那这个曲艺摆设这个相关活动 由谁来主导呢 由隐章来主导啊 你看这不是是吗 这个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资方 这是三个了 能够分别单份主导 被投资方不同的相关活动 怎么办啊 来一个划陈论剑是吧 决一个词语 是这样的 能够主导 对被投资方的回报 产生最重大影响活动的一方 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利 如果说这里面必须决一个最终的控制方 你说谁 你这里边买菜 这是一个相关活动 还有什么 茶房经营 这是一个相关活动 曲艺的摆设又一个相关活动 你觉得这三个相关活动 哪一个对回报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 有概念吧 就是谁呀 茶房的经营 所以说真正的主导方是谁呀 赵潘儿 那题 A公司和B公司共同投资 设立C公司 那么C公司的主营业务呢 是为主营业务 是药品的研发和销售 根据C公司的章程合资协议的约定 在所研发药品获得相关药监部门的生产批准之前 这个阶段 那么A公司可以单方面的主导C公司药品的研发活动 而呢 在获得相关监管部门的生产批准以后这个阶段呢 则由B公司单方面的主导该药品的生产和营销决策 你说我们这里边的C公司的控制方是谁 那你得看在什么阶段呗 如果是在生产批准之前这个阶段呢 什么活动是对回报产生最重要影响的 当然是什么呀 当然是这个药品的研发活动了 那这个时候谁来主导 这个时候是由A来主导 那就A控制它呗 A来合并呗 而进入到什么呀 生产批准以后进入到生产营销的这个阶段了 那么对于回报产生最重要大影响的活动是什么 就是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呗 那这个时候由谁来主导 这个时候呢由B来主导 所以这个阶段呢 C公司由B公司来控制 那就由B公司来合并呗 所以呢 他说当药品的研发属于最相关活动时呢 能够主导研发的投资方A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利 由他来合并 那么当药品生产和销售属于最相关活动时呢 能够主导产品生产销售的投资方B公司 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利 那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企业呀 或者说一个主体呢 在他的生命周期当中不同的阶段 可能有不同的麻麻 可能有不同的单一的控制方 由不同的投资方来合并的 您需要警告 请悌 плюс 2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